在前些天 在网上已经没什么热度的剧俊叶 突然在韩国的综艺节目中 爆出他和大S阔别多年后再次相见的画面 让他再次引发网友们的关注 在节目中的剧俊叶直言在得知大S离婚后 他并不是以复合的心态去联系大S的 只是想以朋友的身份安慰他 怎料大S在看到剧俊叶联系他后 整个人都是兴奋的不行 虽说两人只能用视频聊天 可这并不能阻止大S对剧俊叶的热情 他直接开口跟剧俊叶求婚 向剧俊叶提出了两人结婚的想法 作为过气明星的剧俊叶 在听到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后 立马就答应了大S 在节目播出后 网友们才知道竟是大S主动提出和剧俊叶结婚的 都纷纷表示被大S给恶心到了 狡献を 钩 Think车에årt 狡献会当关 lige газ 钩团 面严迢 也有的网友想起了大S的前夫汪小飞 对比与大S对待汪小飞和剧俊叶的态度 都忍不住为汪小飞感到委屈 大S和汪小飞是属于闪婚的 两个人在认识仅仅49天 交往了20天的情况下 就下定了结婚的决心 结婚后汪小飞对于大S是非常疼爱的 从两人在出席活动或者是接受采访的表现 都能看出汪小飞对于大S的好 相反的大S在采访时的发言 总是能让观众们感受到他在家里面的尝试 特别是在幸福三重做这档真人秀节目中 大S的很多行为总是让网友们感到很反感 看过节目的都知道 大S是非常任性傲娇又喜欢做的一个人 经常会因为一些小事就发脾气 有时候汪小飞不经意的一个举动 都能惹得他脸黑半天 而在他生气时 汪小飞也是不敢跟他顶嘴的 大多数时候都是选择退让 所以很多网友都觉得汪小飞在家里的地位非常的卑微 记得两人在吃晚饭时 汪小飞就特意叮嘱大S少吃点 怎料这样一句话就让大S炸毛了 直接质问汪小飞 你凭什么管我那么多 连吃饭都要管 明明自己就是开餐厅的 为什么那么怕老婆吃东西啊 可当大S不想吃的时候 又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状态 汪小飞为了让大S吃一点 拿着碗药去帮他盛汤 没有想到大S直接冷冰冰的说不吃了 这时的汪小飞在一旁手足无措的看着他 吓得一句话都不敢说 有一次是两人在吃早餐时 大S就告诉汪小飞 我昨天生你的气你不知道吗 这话听得汪小飞一脸的懵 完全不知道自己又哪里惹到他了 等大S说出原因后 汪小飞也是很无奈的 原来大S生气的原因 竟是因为自己没帮他找到他喜欢看的韩剧 所以他才生气的 之后的大S还吐槽汪小飞 不像别人的老公那么贤惠 这话听得汪小飞只能机械般地点点头 看起来有点无奈又有点心酸 其实在节目中的大S 时播时就发脾气 生气的画面是非常多的 而汪小飞都只能无奈地受着气 根本就不敢和大S吵的 而且很多时候汪小飞 根本就不知道大S是为啥发脾气的 只会默默地去哄他 也正是因为这种情况 网友们才会说汪小飞爱得很卑微 所以就有一些网友感叹 就大S这样的性格 就算长得再漂亮也不想娶